一會兒別忘了後製程度對他看你的稿 好 對的對的 嗨,哈囉,大家好 哈囉 哇,哈囉夢,好快呀 嗨,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來,來,來,進 我隨時都可以準備了,你在外面 哈囉,大家好 這個是鬧平台旗下的那個 新節目叫明星零距離 然後今天我們要採訪一位明星 這位明星就是 你們猜猜是誰呢 哇,好聰明 你是他的粉絲嗎 你是他的粉絲嗎 來吧,我們直接進 走吧 剛好一時間,非常完美 來吧,你過來坐 後製怎麼搞,後製怎麼搞 這個 這個 QQ的鬧直播我們是,哈囉哈囉,哈囉 好 嗨,嗨,你好 好,金魚粉絲們下面都已經狂,狂刷屏了 你好,黃錦魚 小帥哥 要不然你先做一個自我介紹 我們先跟我們鬧平台的朋友們打個招呼 那個,鬧直播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黃錦魚 首先我們要關於紅海行動 我們要提問幾個問題 首先,紅海行動我們知道是一個戰爭題材的電影 在劇中你飾演的是一個狙擊手 那麼你在飾演這個角色之前有沒有專門的去研究過這個職業 然後有什麼心得嗎 演這個角色之前我其實 其實你要了解這個軍事方面知識的途徑不是很多 所以我其實我之前我也只能是通過這種影視作品電影 國內外的這種經典的戰爭片的電影去做一個大概的了解 創了很多電影 然後呢我們到了這個摩洛閣之後我們有一個集中的訓練 集中的訓練其實是大家一個對槍械和這個團隊作戰的一種一些基礎知識的訓練 但我除了這個基礎知識訓練之外呢 我還有一個額外的狙擊手的訓練 我們也找到了這個我們專業的老師 我們就是海軍焦龍部隊真正的退役狙擊手 對他是剛退役 然後來給我做這麼一個狙擊手的訓練 連結了一些很多狙擊手的知識和一些姿勢 對 那你有沒有就是喜歡這個角色嗎 有沒有覺得訓練的過程當中覺得非常苦或者非常難 有些這樣的體會嗎 訓練 我覺得訓練都是辛苦的 然後但是這個辛苦是很值得的 因為畢竟你不是一個沒有當過兵 你不是一個職業軍人 但是你要去演藝一個這種特種部隊的佼佼者 演藝一個軍人 首先你身上有這種軍人的氣質 軍人的氣質我覺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展現出來的 為什麼你們看到這個軍人 他站在人群中也是一眼能看出來 這個就是他有軍人的氣質 他的挺般的身材 他講話的方式 他的眼神很犀利 他講話的那種邏輯性的都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長天累月的模式 才會讓一個人變成像軍人一樣 但是我來演一個軍人 我沒有那麼幾年的時間 去適應一個軍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只能是 以我自己最快的速度 和最快的理解 去直接理解軍人他的一些方式 一些模式 然後我們也通過一些訓練 讓自己的行為和氣場更像是一個軍人 況且我們演的是我們中國海軍交流部隊的佼佼者 交流部隊本來就是海軍中的佼佼者 然後狙擊手又是交流部隊中的佼佼者 所以 付出的能力還是挺多的 對於一個演員來說 肯定是先是形象要很像 如果你站在鏡頭面前 如果你非常像那個形象的話 這個電影這個角色最起碼就成功一半了 然後你通過這樣的訓練 首先你的體型 然後一些體型上會發生一些改變 更像一個軍人 那相信這個角色你已經 已經詮釋的 不錯了 我們非常期待 然後第二個問題 拍攝這部劇的過程當中 肯定面臨著非常多的危險 因為這是一個戰爭題材的電影 那麼拍攝環境也是 非常地惡劣 當時在面臨這些危險和環境的時候 你的心情想法是什麼樣子的 危險環境啊 其實你在拍這種很危險的爆破 很危險的車戲的時候 你是沒有什麼時間去思考 去思考這個事帶給你的危險程度了 因為你在炸彈放在你旁邊要爆炸的時候 危不危險 那肯定危險啊 但是你沒辦法去想太危險 因為你還要去表演 你還要去有這個軍人的狀態 所以我沒有太多的 就是進入角色之後不會去想太多 對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考慮 這個東西為什麼危險 因為它是危險的 你知道它很危險 但是你就一定要待在這兒看著它吧 對 對 嗯 你在拍戲的過程中 哪個畫面 或者是拍攝哪一段的時候 你印象最深刻 我們這整部電影 其實大家 大家都特別特別的努力 然後 我的每一場戲 我的每一場戲 我的印象都很深刻 而且我的每一場戲拍的都不容易 這種戰爭題材的戲真的是 首先 首先是你對這個環境的不一樣 環境的變成真的是純粹的大自然 沒有任何人眼 沒有網絡 沒有看不到人 看不到 看不到一切你在城市和生活中看到的東西 嗯 好像你們還跑了很多地方 我們跑了跑了好多地方 就在這麼一個 只有天和地 只有石頭 灰塵 沙子 槍 軍用車的這種地方 其實當然就是個戰場 對吧 所以你在這種環境下拍戲 你一個是很容易融入自己 再一個是你會對每一刻 每一個畫面 每一針你都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代你想在戰場上的機會幾乎是沒有 對 你想看戰場不好意思沒有沒有地方看 對 我們導演在現場還原了一個這麼真實的戰場給我們 一個是讓我們能夠更 快的進入角色 對 更融入這個環境中去表演一個是 真的是要給觀眾們還原一個真實的戰場 真實戰場上作戰的樣子 嗯 好 嗯 你以前飾演的一些角色都是非常亮麗非常帥氣的角色 你這次飾演的角色轉型為軍風的硬漢 這是你喜歡的類型嗎 我到現在為止我演過的角色還沒有一個是特別那種精神的角色 我剛剛拍了一個但是還沒有上 但是一個比較乾淨的嘛 我之前也是包括《紅海行動》 包括之前《槍袍揚花》這兩部戲都是比較 至少妝容和 《紅海行動》這兩部戲都是髒髒的 《紅海行動》這兩部戲都是髒髒的 《紅海行動》也是因為有戰爭嘛 滿是泥土滿臉的那種迷彩 整天在地上打滾會很髒 之前一部戲也是因為演的是小人物嘛 也不會讓你很光鮮 也是每天髒髒的 對 你說我轉變其實沒有大大的轉變 而且其實我個人心裡我還有那麼一點喜歡這種髒髒的樣子 男孩可能都會比較喜歡那種硬漢的那種形象 這種你會你會很很很喜歡那種一件 一件很能穿很久的一件外套 上面有無數的記憶 有無數的氣味 可以讓你回想出某一個開心的地方 能夠想到一個故事 我特別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特別喜歡演小人物 特別喜歡那種小人物的 那種 小人物的飽滿了情緒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那我們這部戲 真正是演了一個國家 保家衛國的一個英雄 所以我也是很開心很光榮 能讓我演這麼一個角色 再加上男孩子其實 就是從小心裡都會很很喜歡這種 軍人啊 警察抓壞人啊 各種兵啊 那我們我們交融部隊是上天入地 無所不能 在天上我們有衣裝飛行 我們可以在海上在路上作戰 所以這是一個一個男生一個理想 理想的一個形象 一個一個樣子 所以會很很開心 很很享受在這個決策裡面 你演完這部戲之後 有沒有又對軍人有了更高一層的認識 和深入進去的理解 最早對軍人的認識 除了在電視上 電影上看到 然後家裡 爺爺是老軍人 爸爸爺爺是以前當國兵 其實我從爺爺口中 是 聽到過很多這種 關於軍人的描述 但是我爺爺他們是 我爺爺那個年紀 他是他是 康明朝時期吧 他 他會特別願意去 跟你講那時候的這些 戰爭故事 老人 特別行 然後講了很多 然後講他以前的光 光榮世紀 我講實話 從小聽 從小聽 一直聽一直聽 你就會覺得這個故事 沒那麼神奇 沒那麼厲害 對 比如今天突然有個人跟我講 他的一些什麼 戰場上的事 我覺得我蠻有興趣的 我聽聽看 原來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你從小就聽 從小沒聽聽 我在戰場上那樣 怎麼怎麼這樣 就會把這個故事的神秘性 和那種精彩程度 會打折的 但是這次我自己演了一個特種兵 我自己也是上了一次這麼真實的戰場 然後我們也有很多的 我們現場的爆炸都是真的嘛 飛機坦克都是真來的嘛 在沙漠上追逐 全部都是真實拍攝的嘛 當時心裡也有怕 也有過震撼 也有過對這種 軍事力量的這種寵伴 所以你再回想起來 你當年你爺爺從小時候跟你講過 那無數遍的故事 你覺得哇 我會有不一樣的體會 我會覺得真的 上過戰場的人都是 值得被尊敬的 這些我們國家的這些戰士們 包括美國的戰士們 每天在邊防的也好 是陸軍空軍海軍 每天在海上也好 都是特別值得被我們尊敬 因為他們是真正在我們 最前線去保護我們國家 每一村土地 保護我們財產的我們一群人 沒錯 我們現在能如此平靜地坐在這裡 我跟你這樣聊天 我們這樣直播 然後都是因為有人在誓死 捍衛我們的國家 對 還有就是你與 我們知道這部戲當中 有非常多的明星 有比如說杜江 張毅 海星 還有張嘉義老師 你與他們合作 張嘉義老師有嗎 他不是特別出演嗎 張韓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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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與這些明星配合 覺得有什麼收穫 感悟 跟前輩合作 其實 能跟前輩合作 都是好事 因為他們有 比你更多的這種 表演經驗和經歷 他們會更容易去帶入你 在一場戲的節奏上也好 或者是說 在這個氛圍下也好 他會更容易把你帶入進去 也是學到了很多 而且我們私下會 會有些交流 我們私下 總是會待在一起 經常 經常晚上 沒事大家吃完飯的時候 跟伊哥聊了好多次 就是吃完飯晚上 我們坐在這個月黑分高的院子裡 也沒什麼燈 然後 掛著大風 然後 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力量 促使我們 粗庸在那兒 一起聊天 動的 把頭縮到衣服裡去 也不回房間 也聽了很多這種前輩的經歷 也聽了很多前輩的建議 也有他們的經驗 我覺得能跟前輩共識 還是特別 比較幸福吧 因為你可以 他會告訴你很多 你可能需要經歷一些事 才能得到達 你與哪個老師的交流 或者是你覺得和他的價值觀 比較相似 或者是和他的交流 讓你非常的印象深刻 具體哪個老師 我跟 你說我們 我們 我們 其實在學習 就像兄弟一樣 我們是出生 出生入世的兄弟 包括海清姐 雖然她不是我們這個小隊裡的 但是我們也是 一直在摩洛哥待了那麼長時間 你看海清姐她 私下也會跟我們包餃子 直接像一個 大姐姐一樣 特別特別特別好 相處得像這種 家人一樣 特別親切 你知道在那個地方 吃個餃子有多難嗎 那邊的麵粉 都是麵包麵粉 是沒辦法包餃子的 就是 黏不起來了 而且他煮完 會不會變大的 那個麵包麵粉 所以當時我吃到那個餃子 一個是很開心 我已經終於吃到餃子了 很慘 但一個也是特別特別的感動 私下大家的這個交流都會讓你特別的 就有幸福感 就像一家人一樣 對 嗯 嗯 我們知道這部戲的導演 是原來拍過《湄公河行動》的導演 那你有沒有看過《湄公河行動》 看過看過 有沒有對哪個場景印象很深刻 《湄公河行動》 也好多年了 也好幾年了這個片子 對 然後我當時看的時候我還想 當時的印象就是這個片子 我能不能拍 但沒有網路想去 我跟這個片子看著很熱血沸騰 嗯 看完之後你身體會 會充滿力量的感覺 嗯 然後 也沒想到今天我會 能跟這個導演合作 就是每天生活上做夢一樣 也是蠻開心的 好 那麼聊完電影 我們聊一點關你自己的一些事情 嗯 你最喜歡你出演那麼多戲哪個角色 最喜歡的是你詮釋的哪個角色 為什麼 我覺得作為演員來說啊 每一個角色你都要很愛 因為如果你對角色沒有什麼感情的話 你不能去 如果你不愛這個角色 你不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你就沒辦法把它詮釋得很好 而且我現在我其實也沒演過很多角色 所以我拍過的戲也不多 所以我對每一個角色都印象深刻 所以我對每一個角色都印象深刻 我都有 充滿了熱情 而且 心裡充滿了對那時候的回憶 我去想起我每一個時期拍的每一個人物 所以你問我最喜歡哪一個人物 我只能我都喜歡我每一個我都是很愛 對都在我心裡 像寶貝一樣給他們留了一個 當時拍戲那段人生的地方 留在我心裡 其實演員也是一個非常神奇的職業 因為你只有這麼一生 在這很短的時間裡 你可以體會不同人的人生 不同人的心情 對 不同人的故事 過了很多個 等於是過了很多個人的人生 對 對 你非常喜歡演員職業嗎 我喜歡 因為演員一個是你可以過很多人的人生 對 還有一個是你可以把很多人的人生過在你的人生裡 你懂嗎 你去演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演了他 那就是你活了 替他活了一次 但是你又把替別人活了一次的這段故事 又把自己的人生過激 就是一個很奇妙的程式 就是你在可能其他工程中 其他工作中很難去體會到的一種一種感覺 那你是怎麼走上演員這條路的呢 我就是 就美國人生像做夢一樣嘛 就是會有無數的劇 有無數的巧合 去讓你碰到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事 就是我們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發生什麼嘛 但是 保持一顆這種 時刻準備著 不斷學習的 有時刻準備著 我以前我根本就沒準備過要當演員 就是 我就心態心態放好 心態放好 然後 嗯 做這種不熟悉的事 真的要虛心學習啊 不然真的會摔跟頭 然後 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 這項集體 完成好 因為我們拍戲真的是集體的 你一個人是拍不了戲的 你一定要整個一個集體 導演演員 包括編劇 包括現場所有的工作人員 包括你穿的衣服 你的燈光 你的收藏器 就是這麼的一群人 啊 工作幾個月 大家都每天很辛苦很努力 才能去做出這麼一個 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的這麼一個電影 一段故事去呈現給大家 所以 因為 我還是很愛這個行業 我也很喜歡 那你以前有沒有想過你自己 最理想的職業是什麼 嗯 我一直在做不同的行業 但是我一直我也沒想出來 我最理想的一個職業是什麼 我沒有 不知道最最希望做什麼 也 也有點可笑 有點可怕 就是 你不知道 你問我 哎你最想幹嘛 我不太知道我想幹嘛 我就知道我要更好 你只知道你下一步該幹嘛 我只是知道我想過得比前面更好 我想過得 明天我要過得比今天更好 我明年要比今天更好 我只是有 就是 這麼一種執念 一種追求吧 但是我沒有一個固定目標 嗯 那你平時不工作的時候 都比較喜歡做什麼事情 以前不工作的時候 會出去瞎逛 瞎走走 然後 嗯 去 鍛鍊鍛鍊 運動運動 見見朋友吃吃飯 那最近 不工作的時候都在家裡 也可能是天冷了 不想出去 嗯 但是最近都沒什麼 你很宅嗎 其實我不是一個宅的人 我是一個特別特別 在自由 特別希望出去到處 閒逛瞎跑的人 但是最近就是 沒太出門 沒什麼理由 嗯 太累了可能 嗯 那新的2018年 你有什麼規劃嗎 2018年 我希望能 我希望能 我希望能再多拍幾個 好的作品 嗯 我也熱愛拍戲 我也嚮往這部生活 我希望能拍更多好的作品 然後 嗯 讓疫情變得更好 那你 那你 會放假嗎 會回去陪父母嗎 會啊 有空 家人還是要陪 有空還是要 給家人留時間 那 嗯 2018年 你有沒有什麼 想對你的敬語粉絲說的呢 2018年啊 嗯 就是 真是不知不覺啊 都過了一年 特別特別快 對 有時候覺得日子很難熬 但是 回頭的時候 你發現時間都很快 嗯 一眨眼 也一年過去了 嗯 身邊 你們 你們也不容易 然後 其實我也很辛苦 但是我也在努力 嗯 嗯 我希望我的努力呢 我的努力得到這些 成果 作品也好 就是 生活態度 生活方式也好 跟你們正確的 嗯 華麗的話 其實我也很多 我也講不太出來 我希望你們能跟我 追起共同的理想 就像每次大家許個願 希望許個什麼願望 我就是希望越來越好 每一天都比之前更好 我希望你們也會 每一天都比之前 過得更好 更幸福更開心 嗯 嗯 那你有沒有什麼 對我們鬧粉絲 呃說的話嗎 2018年的一些 呃 期望也好 或者是 嗯 一些要公 嗯 嗯 粉絲說的 有什麼話嗎 我看到他們在說什麼 永遠愛你 嗯 2018新的一年 首先跟大家 呃 拜個年 也不算拜年 拜個新年快樂啊 然後 希望 大家 能在新的一年裡 真是 一切都紅紅火火啊 不好的是盡量少來 好的是越多越好 然後 也希望這個 鬧這個平台能發展的 發展的特別好 謝謝 好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我們 金魚寶寶 謝謝我們的黃錦魚 謝謝謝謝 辛苦了 辛苦 謝謝 分享給他們 rains 粉絲 分享給他們 heads 收音 誠